人体实验室胡哥来测试 各位观众 睡眠呼吸中植的患者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治疗 让我晚上可以正常的呼吸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个睡眠呼吸中植的呼吸器 以前很大坑 五六公斤 现在小到三百克 而且可以随身爬爬灶 他们的功能是不是一模一样 治疗效果又是如何呢 跟着我一块到睡眠中心 做体验 主任你好 呼吸器越做越进步 对于睡眠呼吸中植的来说 是一大福音嘛 对不对 那我刚好有鼻中隔弯曲 对 就是对啊 我也记得说你有 所以你等一下不要一起体验 好 那我就体验一下 各位观众 我现在就要亲自体验一下 第一代的呼吸器 到最先进的呼吸器 各位观众 现在已经有风压进来 我要开始呼吸了 可是你这样呼吸好像很用力耶 是 因为主要是 吐气的时候会有一个阻力在跟那个 因为它是持续一个风压 所以会有相抗衡 所以相对你可能会觉得 吐气我需要更用力地 把气给吐出来 医学研理其实就是用气压 去把你阻塞的地方 我慢慢把你撑开 你今天你的鼻子 鼻中个弯曲 我可以用气压把你撑开 你的喉咙 舌头 我也可以用气压撑开 你的下巴内缩 脖子比较粗的 我可以用气压去帮你撑开 各位观众 我现在要测试的是 第十代的呼吸器 就长这个样子 重量比刚刚第一代轻很多 可是这个有两三公斤 手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一个人常常都不是单一的因素 它有包含体重的因素 这样鼻中个弯曲 再加上下巴比较小一点 脸型这一时 对 所以来讲它往往不是单一的手术 可以解决它所有的问题 好 各位观众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呼吸器 就是新一代的呼吸器 大概300公克左右 非常地轻巧 几乎可以带着爬爬灶 至于它怎么样操作呢 我们要请技术员来帮我们了 是不是 好 我就放这边 真的好小喔 越做越精细 那是像它使用的 也是要 对 也是要把面罩戴起来 有了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常常在旅行的 不会建议说挑居家的 可是你如果常常在跑来跑去的 那可能旅行用的还是四个选的 那这个你完全不推荐 这个是旧的 旧的所以已经不要用了 对 这个是在实... 就是目前来讲它在实验室 它是多工的 所以来讲可是因为在实验室的话 没有空间的那个 所以它摆在实验室OK 可是你随身带的话 拜托 你要背到脊椎外掉 这个叫做负压的一个治疗 负压 对的 它就是带你的一个口部界面 然后它会把你的软垃跟舌头的肌肉 往前吸 所以您嘴巴就呈现一个负压的状况 所以在您睡早的时候 软垃跟舌头的就不会往后踏 它事实上比较偏向是用鼻子吸鼻子吐 然后它要把软垃跟舌头的肌肉维持住 所以如果鼻子通畅的状况下 软垃又维持呼吸道的空间大小 是维持住的这种状况的话 事实上就不会造成有呼吸中止的状况了 好 各位观众 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来说 这随着科技的进步 对他们来说越来越方便了 你看这以前第一代好重啊 现在新的一代只要300公克 而且可以爬爬走 对于旅行的人来说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人体现实测试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